所以我们把目光焦点放到农村去 其实有很多台湾各地的农村 就像比如说像赖青松 或是像花莲的大王他们 开始都回到农村去耕作 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好了 台湾第二大产梅子的地方 在高雄的桃园 桃园也发生了很有趣的事 对不对 农民一公顷 一年的收成大概就一两万块而已 价格好一点的时候就两万块 价格差来的时候是那一万块 扣除采收的工钱 其实他们也要生活 可是这样的价格已经低到太低了 我们在留下来的在想 要是那个价钱又再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拿一点点来做加工 其他的就不要管了 就留在那边 因为像加工的像年纪大的也可以 不一定说要年纪的 像那个加工的年纪比较大的 也可以在那边参加来加工 因为也不会出力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高雄桃园的一个农场的主人 他在说桃园那边的梅子的状况 其实有很多人进去台湾各地的农村协助 对不对 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历史是高雄的桃园 他就是在那个秦河部落 他其实是一个原住民的部落 那刚讲到921是一个大地震 然后震坏了很多就是中部的山区 那八八莫拉克风灾 对对不起就是在南部也造成很重很严重的损伤 那部落要重建呢 这时候叫浩然基金会跟台湾农村阵线 他们就是展开了一个小农复根点的计划 那为什么高雄桃园这个地方蛮重要的 是因为那里有非常生长了几十年的老梅树跟李子树 那其实过去呢 在还没有风灾来临之前呢 其实经常也面临到盛产的时候 价格跟压得很低 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种也不愿意收了 或者是把地租给汉人 然后有可能就砍掉了那些树 或者就是到城里打工 那灾难之后就发现说 其实这些梅树李树呢 它的抓地 它的那个根系抓地力非常强 那如果说能够继续让部落的人 留在山里面好好地照顾这些果树 然后能用这些果子 不管是鲜果或是加工来做的话呢 就能够让这个灾后的地区呢 重新用自己透过农业的力量站起来 所以其实他们的妇女非常地可爱 把这些梅子拿去加工 然后做成加工品 然后自己的部落自己旧 自己的部落自己种这样 非常地可爱 其实他们好好地照顾农村 是帮我们好好地照顾了这块土地 我们要回去还有个地方可以回去 是 我们想要吃东西有健康的食物 是 因为高雄桃园这群妈妈们真的很有趣 他们等于就是做了一个妈妈手作坊 但是是非常努力地到各地的加工去学习 然后呢 主要就是说除了鲜果之外呢 你还能做成加工品 像果酱啊 煤金啊 然后呢 这样的东西能够让更多的经济价值 留在自己的手里 然后他们还就是慢慢地存了钱 有教育基金会给孩子念书 对 其实台湾各地很多这样的农村 自己要站起来 美农也是这样对不对 美农其实是一直都是一个农业 很有生机的农村啦 那当然早年比方说稻米跟烟叶 都很兴盛这样子 那近几年呢 也因为秋冬礼作 因为它的气候啊 地形都很合适 然后也是很多农夫开始就是说 希望找到很特别的在地 代表性的作物或是品种 然后又友善的耕作方式来做 然后并且鼓励消费者来认领 比方说你认领一块一起萝卜甜啦 或者是他们的白玉萝卜就非常有名 有 我有去认领过 然后可以去采收 没错 那个真的太有趣了 就是我记得是12月的时候 是 跑到美农去 白玉萝卜也就那一个月的 对 可以采收 对 然后采下那萝卜小小一个 可是好好吃 真的是很美味 然后我那时候有认领了一块甜 是 那个意象非常深刻 然后我看到很多城里的人来 所以小朋友好玩 然后就在田里面体验 拔萝卜这件事 所以美农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还是很活泼的农村 包括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白玉萝卜季 每年你可以认领 然后去采收 去体验 萝卜全株可吃 还可以跟农家学腌制的手法 没错 那个真的太好吃了 我现在口水已经开始分泌了 然后美农也有很多像 我觉得有很有趣的组合 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 白玉萝卜可能是有专业的农夫 然后可能有一些地方文创青年 比方说有一组人叫野上野下 对的 他们就是一方面也都是在记录一些 美农在地的这个农业历史 农村生活 然后也做一些手作的东西 那包括烟漬或是草木染等等 然后他们现在也在就是着手记录 美农这个农村的变化 我觉得就是有这些 还有像有一组人 就是做这个芝麻 因为他们是第四代的麻油家 那其实以前曾经有种枝麻 现在也都用进口 他们就觉得说 然后进口的价格就会随着 就国际市场浮动 那他们曾经也想停产 可是麻油在我们的餐桌上 实在太重要了 没错 麻油鸡 对 这个妇女就是女性的圣品 对啊 然后会说拌面等等这样 所以他们就决定自己来种 那因此这个团队就是结合了 专业的农夫 起上大哥 也上也下的美农年轻人 然后再结合这个麻油靶的 第四代的麻油家 一起来种 所以它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组合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就是说 其实只要好好的在在地生活 然后找到自己的特色 然后消费者愿意去支持 这些好的生产者 只要这个产销的连结 建立起来之后 台湾的农村觉得 绝对是糊糊扑扑 很有生机的 对 而且我们知道 美农最有名的是谁 林生祥 对 生祥 对 他的很多歌曲的创作 也都是完完全全 就是跟美农是结合在一起 有美农才有林生祥 可以这样说吗 是 可以可以 而且每生祥好多歌里面 都会讲到他的妈妈 然后他妈妈跟当年的野狼125 载着他 就是辛苦的工作 要载着他去城里念书 这整个过程 其实就是一个农家子弟 他现在也回到美农生活了 就是一个农家子弟 回归自己的家乡 重新把自己家乡的 这些美好述说出来 对 像台北的弯腰农夫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市集 因为他就是 等于说是在城市里面 让消费者有机会 跟农夫直接的面对面 就像你说的关心 这个食物是怎么种的 然后怎么吃最好吃 然后你也因为这个食物 对 因为你认识了这个农夫 然后你知道这个食物的特色 从事你做菜你吃饭 你享受的就不一样 从事你做菜你吃饭你享受的就不一样